中医认为,春养肝,夏养心,秋养肺,冬养肾,有,心通于夏气,之说,一年之中,心与夏的关系最大,夏季心脏负担重,夏季,温度高,湿度大,热扰心神,使人心烦易怒,坐卧不安,而此时,人体代谢加快,血液循环加快,相应心脏负担加重。 对于心脑血管病患者,此时,血管扩张,灰心血量大大减少,在家情绪不稳,喝水少等原因,很容易诱发心肌缺血,导致心肌梗死,心脚痛等冠心病的复发和加重。 脑血管脑血管脆弱的人,夏至前后,出现脑血管破裂的危险也比较大,养心秘籍,一绝,二瓜,三汤,四血。 如果中午要有一个,养心绝,调查研究表明,每日午睡半小时者比步,睡者冠心病死亡率少三十。 其原因于午睡时血压下降,心率减慢,与白天的血压高峰出现一段低谷有关。 不过,午睡时间不宜过长,一般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足够,夏天要吃两种,养心瓜,一冬瓜冬瓜含水量高达96,甲元素含量也相当高,每100公克含甲量为130毫克。 数典型的高甲低纳型蔬菜,不仅能补水,也能补甲,补充甲元素可以将体内多余的纳排出,保护心脏功能。 二苦瓜下至后,适当吃一些苦瓜,能去暑热,增加食欲。 五瓜维生素丝的含量为56毫克,100克,是丝瓜和南瓜的10倍以上,而且也是种高甲蔬菜,没事多喝三种。 养心汤,一菊麦养生茶夏天新火旺,很适合菊麦养生茶,该茶要性平和。 方法,十夺雪菊,十粒麦冬,二十克炒麦芽,每天配上这三味中药。 用开水冲漆,待茶饮用即可,二三叶茶特别适合夏天养心清暑,味道为苦,有清新火,养心和消暑的作用。 方法,取荷叶,竹叶,薄荷叶每种三,五克,或折折任选其中的一种。 荷叶,竹叶用五,十克,薄荷叶五克即可,泡茶喝,三藕粉跟藕粉清热凉确,健皮开胃。 喝点藕粉更可消暑,蓄心火,特别适合夏季睡不好觉的人。 方法,藕粉加适量清水调成糊,用沸水冲成糊珠状加白糖调味。 经常要按四种,养心血,一内观血,结一曲血,伸开上臂,在前臂前驱,从腕横纹铜上亮三横指,两条锁状筋之间。 即是内观血,一按就零,用手指指腹垂直按压。 拿捏内观血,有凝心安神,和胃降溺,理气阵痛的疗效。 按摩时用左手拇指指尖按压右内观血,按揉时,十五分钟,每日二、三次。 再用右手以相同的方法按压左侧的内观血,反复按揉即可。 二、少腐穴,简易曲穴,少腐穴是心脏排毒药穴,少腐穴,位置在手掌心。 第四、五掌骨之间,握拳时小指与无名指指端之间,一按就零,按压这个养生穴位不妨用些力,左右手交替,可有效为心脏排毒。 三、浮吐穴,简易曲穴,正坐屈膝呈90度,一折以手腕掌。 第一横纹,比患者膝壁上缘终点,手指并拢压在大腿上,当中指道达处是穴,一按就零,用手指指腹垂直按压,拿捏穴位,四天拳穴,简易曲穴,位于掌心向上,握拳,躯壁时在大臂上会有凸起的肌肉,肌肉上方两寸的位置。 子血鸣的意思就是心脏,脂血会像高山流水一般圆圆不断攻击全身,一按就零,经常感觉胸闷气短。 诊断心脏攻血不足的人,可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,在天拳血按摩或刮沙,能缓解症状,不能错过五种。 养心果,一番茄番茄,有清热解毒,凉血平干之效,酸味能起到炼汗止泻,趋湿的作用,可以预防流汗过多而导致好奇伤音,有助于腱胃消失。 二,红苹果,红苹果入心,对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的作用更强,可以降低血脂,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。 三,红豆骨带理石针,把红豆称作心脂骨,既能清心火,也能补心血,可谓消肿力尿,补血,强心,健脾样样都行。 自樱桃中医认为樱桃可以补心气,养心血,樱桃不仅使血脉能够畅通,还能温暖心阳,补桑肾,桑肾具有补血滋因,生金止渴,润肠造等功效,还可有效扩充血容量,缓解高血压,版权声明,如涉及版权问题,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来源,中国妇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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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